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小奖》 我是赛艇队长 最近有听说一事啊 有个网红做直播的时候说自己不想活了 直播间里的网民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思 给他留言 那你喝药 赶紧喝 喝完了跟你刷个大火箭 这姑娘气不过就真喝药了 一个号称是高度文明的现代国家 能出现这种事已经很跌破三观了吧 更荒诞的事还在后头 他在山东被火化 火化之后骨灰被吊包卖给别人配名婚 后来买家呢 嫌骨灰成色不好啊 或者听说啊 这女主这生前是主播呀 就不要啊 咱要也得要个公务员的是吧 然后在找下一个买家的时候 这卖骨灰的被举报抓了 其中一个罪犯还说 说这是同行嫉妒才举报的 他们是眼红啊 自己没得着这份高质量骨灰 当年纳粹德国那也就是拿犹太人的骨灰 什么搞搞的基建 铺个马路啊 鸡场啥的 今天你们拿人骨灰玩生财有道 这希特勒听见都得跟你双击666 正如很多恶俗的习惯一样 明婚呢 也是远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对于鬼魂一直是敬畏心理 鬼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就会返回阳间捣乱 同时中国人还相信 鬼和人一样 有感情 也需要结婚 也需要娶妻生子 没有配偶的鬼魂会心生怨气 那人们就得赶紧给那些单身男女 就是死了的单身男女啊 找一门亲事 这就是明婚 历史上明婚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死人嫁死人 一种是死人嫁活人 死人嫁死人叫迁葬 把单身的死者埋在一起 让他们在阴间成亲 活人跟死人结婚叫嫁伤 伤朝富好 他就嫁过好几位死人 其中一个还是伤汤 那这是真死老头子呀 明婚这件事啊 从周朝开始越来越少 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种事不合理法 周里就说过 禁迁葬者与嫁伤者 到了汉朝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 周里又成为儒家三里之一 政府开始禁止明婚 不过让死人得到安慰这件事 一直是个大事 明婚作为一种手段 也并没有消失 就拿曹操来说 曹操最心爱的儿子曹冲 早亡 心疼儿子啊 曹操就给他娶了一个老婆 正好他的下属 禁远刚死了女儿 曹操于是就向禁远请求说啊 他女儿的尸体跟曹冲合葬 但是禁远说这种做法啊 不合乎理法 不干 曹操不甘心 最后是找了真是家里的女儿 跟曹冲合葬 那曹操的孙子曹锐 她的闺女曹淑又年夭折 被追侍为平原一公主 皇帝亲自为之 在洛阳立庙亲自送葬 还把自己生母 珍氏的侄孙 珍皇跟曹淑合葬 配为明婚 大臣们劝呢 劝不动 而且他不但是给闺女配明婚 还为这一对小鬼夫妻立四子 过季的孩子是郭皇后的堂弟郭德 那郭德从此改名珍德 习封平原侯 所以说这曹锐荒唐嘛 给孩子配明婚也就算了 居然还把小舅子拉出来 给闺女当四子 连辈份都乱了 到了南北朝时期 有很多文学作品 也都提到了明婚 比如说孔雀东南非里边 焦仲卿和刘兰芝 被拆散之后 各自殉情自杀 一个起身负清池 一个自挂东南枝 最后呢 两家求合葬 合葬化山棒 暗示就是这家人呢 承认了他们死后 又成了夫妇 属于是在阳间离婚 又在阴间复婚 到了唐朝 明婚的情况更多 光是唐忠宗李显和伟皇后 就操办了三次明婚 一个是他俩的儿子 义德太子李重润 李重润在十九岁的时候 因为妄议朝政 说他奶奶武则天 私生活不检点 也确实不打干净 老太太挂不住脸 下令说乱棍打死 唐忠宗继位之后 追赠李重润为皇太子 让他与国子建建成 陪翠家里夭折的女儿合葬 做了明婚 另两位是伟皇后的弟弟 伟巡伟登 二伟啊 少年时代就死于刘芳丽 伟后呢 借明婚给弟弟做弥补 此外 唐代宗李玉 也主持过明婚 当年他还没登基的时候 身份是广平王李处 唐朝那皇帝啊 经常改名 在这就不展开讲了啊 然后他弟弟跟他关系非常好 那是建宁王李潭 安史之乱的时候 李潭被唐诉讼 下诏赐死 代宗皇帝一直是心怀愧疚 觉着自己连累了弟弟啊 因此他继位之后 追封他弟弟为成天皇帝 又娶姑妈啊 兴信公主家的闺女张氏 给李潭配明婚 追赠这张氏啊 为公顺皇后 跟李潭啊 合葬顺灵 比这更离谱的是 唐朝这明婚 你可以接也可以离 就拿伟皇后那弟弟 伟巡的明婚来说 伟后当年得势的时候 安排啊 他跟肖志忠家的女儿合葬 后来唐忠宗死了之后 林姿王李隆基发动政变 灭了伟皇后 伟师一族被诛灭殆尽 肖志忠为了撇清跟伟家的关系 赶紧打开这伟巡的坟墓 把自己女儿的灵鹫抬着出来 也就是说 肖志忠当年为女儿做了明婚 现在又让女儿离婚 虽然皇室啊 玩得很热闹 但明婚这种行为 始终是被儒家所不耻 白徐义就指责明婚 生儿一族 死起同归 纪委国进 世乱人伦 唐代之后 明婚也受到了很多怀疑和抵制 五代时期很多这风俗啊 法律啊 都是依照唐治 那后唐明宗李思源就发现 婚姻制度里边还有明婚 就感慨的说 这儒家的作用是 发扬孝道啊 婚礼是吉礼的一种 你怎么能用在死人身上呢 于是下诏啊 让大臣务必 废除这些陋习 往后虽然皇家啊 再不配殷婚了 但民间始终没能 杜绝这个风俗 反而是愈演愈烈 你看明朝那戏剧 牡丹亭里边 杜丽娘伤心 伤心死了 化为魂魄 然后他跟杨坚那书生柳梦梅相爱 又起死灰生 这其实就是明婚的一个变种 在明清时期 他们管配明婚叫搭骨师 骨头的骨 尸体的尸 男女两家亲家 位置为骨师亲 这种婚礼仪式都在夜间举行 谁要是半夜睡着觉 听在大街上传来一阵白鸟嘲讽 那就是给死人办喜事的 到了民国时代 甚至还有给死人办西式婚礼 原来那锁呢不用了 敢用西洋乐器 小号 大提琴 然后唱那东西也不唱什么 头一天来到鬼门关 死去忘魂 两眼泪不干 不唱这个了 改唱什么呢 改唱 走吧 走吧 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八台大脚也不用了 改用马车或者汽车 男女主人公也不用排位了 而是换成照片 关于明婚它形成的原因呢 咱们开头提到了 这是中国人对鬼神的恐惧 那更深层的逻辑 是中国的宗法制度 要求明婚必须存在 单身男女死亡之后 没有子嗣 得不到香火祭祀 做成明婚之后 他们就可以过继子嗣 这样就能在家谱中 获得相应的位置 中国人一直很强调集体观念 人们不会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是赛琼队长 我是县城会 他们不会说 而是说我是某个群体当中的一员 哪个先进班集体 哪个哥哥的粉丝团 那为了不让这些死去的亡魂 成为孤魂野鬼 就太需要通过明婚来帮助这些死人加入集体了 在今天啊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明婚都是百分之百的恶习 陋习 但这种恶习已经存在了两三千年 它已经跟吃饭睡觉一样 融进了民众的生活 所以这几十年国家从法律上制止明婚了 但是宪法不如宪官 宪官不如宪管 真正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要是法律真的有用的话 那位网红的骨灰也不至于说被转手卖掉 文明的生活需要人们主动选择 而不是用法律去强制 想要生活现代化 必须要从心理开始现代化 只有明婚这种习俗的社会心理基础 随着现代化而完全消失 问题才会得到最终的解决 好了 关于愚昧的 恶俗的 该被打进十八层地狱的传统文化 明婚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关注循迹小奖 跟历史交个朋友